凯文 动物学博士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神农架 凯文的研究对象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 蛇 在他的经验中 冰冷溪水的峡谷 温差悬殊的山区 通常气候寒冷 不利于蛇类生存 然而神农架这座大山却神奇异常 每一次到来 他都会有新的发现 这一次凯文的目标 是一种名叫凝闪小头蛇的蛇类 这种蛇类只生长于中国 并且数量极其稀少 凯文此前也只是见过一百年间的十二个标文 和一些灵星的文字介绍 但从未发现过活体 凝闪小头蛇是否已经灭绝 凯文并不知道答案 但他迫切希望 这座神奇的大山能够赐予他再一次的奇迹 2011年6月 就在凯文费尽心机寻觅凝闪小头蛇的同时 湖北神农架原始分离上空 中央电视台正在进行高清航空拍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观察神农架 大山中很多无法踏足的山巅峡谷 终于以此方式被世人看到 神农架位于中国中部 方圆3253平方公里 秦岭大巴山向东延伸 以此为终点 华中地区最高点便在这里 十几亿年前 神农架陆地被古老的海洋占据 低等的海洋生物积居于此 直到十亿年前 陆地隆起 海水褪去 然而大地并未就此平息 神农架这片土地因造山运动不断抬升 终于在三千万年前 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而放眼世界地图 这片土地位于北纬31度 这是一条神秘的维度线 百木大三角 金字塔 珠穆兰玛峰 这些神秘器官一字罗列 而神农架作为这条线上唯一的原始地带 同样拥有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 早在凯文来到神农架的一百年前 另一位外国科学家就已经探秘过神农架 1911年 有一处名叫神农架的神秘之地 那里正是人类梦想中的伊甸园 几乎每一批游客 对于神农架最初的认识 都来自这尊塑像 传说中 华夏民族的祖先神农士 曾在这片大山中变长白草 他架木为梯已住攀远 架木为屋已避凶险 架与神农 变成了后世尊称这片群山的名字 而这里也成为炎黄子孙 瞻仰祭祀祖先的心灵家园 自古以来 神农架在世人心中一直是个谜 能像今天这样亲近林中精灵 这在几年前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最初很多科学家并不认为 神农架存在野生金丝猴 因为这里平均海拔高 气候寒冷 极不利于金丝猴的生存 然而这种珍稀动物 至今仍以1200余只的数量 在神农架不断繁衍 后来科学家解释 金丝猴之所以在这里存在 是因为神农架几乎没有遭到人类破坏 生态系统完整而成熟 在神农架发现野生金丝猴 最初完全是一个巧合 1977年 湖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 在神农架共同组织了 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科学考察队 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金丝猴 而是那个至今还影响世界的巨大谜团 野人之谜 虽然那次野人考察 没有捕捉到真正的实体 然而此后相关目击事件 却仍不断发生 发生我们车上车回来 他就这个人从这来走 就在这 就这样走走走走走走 走 从上停到车吧 这样挖了一下 马上车就下下 从下去 刚才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下这个地方 我们看的时候 但是我们下车看的时候呢 那么就很明显 发生一个这样的 就灯开的 灯开的再这样一个 2003年6月29日 罗永斌作为近年来 最为清晰的一次野人目击者 正在为野人考察学者 回忆当晚的情况 他是腰有点勾搂 双臂是下垂的 他是从工人外边往里边走 往里边走 应该是看见 或者听到我们车来之后 掉头转身 往山下跑的 在专家的推测中 如果野人存在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们来自远古时期 虽然经历数次野人考察 这座大山中 没有捕捉和拍摄到 真正的野人实体 但在密林之中 和野人同时代 甚至更久远的生命 却层出不穷 在凯文的经验中 收获常常伴随着危险 神农家中海拔地区 是否会有宁闪小头蛇 凯文并不知晓 但他深深明白 生长于此的蛇类 不乏携带剧毒者 这是太华烙铁头 这种蛇的毒液 虽然不会使人立即毙命 但也足以令人丢掉一只手臂 面对它 即便是凯文 这样经验丰富的捕射高手 也不得不小心谨慎起来 蔡华烙铁头 因为头部酷似三角形的烙铁而得名 这种毒蛇极其懒惰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匍匐于地 一动不动 即便发现危险 也只是不慌不忙地慢慢爬走 然而 正是这种奇特的蛇 因为现存数量极少 才被誉为蛇类王国的大熊猫 但是在神龙架 珍贵生物不仅只有菜花烙铁头 一百年前 亨利采集的这种白色叶片 曾经是他最大的疑惑 1910年 亨利在神龙架 发现了数百件 西方植物界从未记载的植物心中 手中的这只白色叶片 无论在当时的英国还是欧洲 他从未见过 唯一的线索 来自当地人所起的名字 鸽子树 直到今天 植物学家还在神龙架 研究这种稀有的植物 它的名字叫做拱铜 六千五百万年前 拱铜就已经生长在地球上 而今天 这种植物大多已灭绝 神龙架为数不多的几颗拱铜 早已被专家看作植物界的活化石 在科学家眼中 古老的拱铜 珍稀的蛇类 以及传说中的野人 能够在神龙架躲过那场灾难 完全是一个奇迹 神龙架的大雪 通常在每年十月 便第一次来临 直到来年三月 才逐渐消融 渗入大地滋养山林 而三百万年前的大雪 却形成冰川 从北向南不断推进 几乎覆盖了地球的三分之一 通常人们称其为 第四季冰川 极度的严寒 使生物大量灭绝 而神龙架那些古老植物 却幸运地存活下来 最终科学家将目光 投向神龙架奇特的气候上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 在神龙架两千八百米的山顶 一切植物一夜之间被冰灵包裹 而此时平原地带已进入夏季 同一时间 神龙架海拔一千八百米的 中海拔山坡 水气从阔叶林中升起 气温六摄氏度 而云雾并未遮挡 海拔一千二百米的沐浴阵 这里的人们对于降温并未察觉 空中俯瞰 从高耸云端的山顶到万丈深渊 瞬间便可完成 海拔每下降一千米 气温便上升六摄氏度 第四级冰川到来时 低海拔的地方并未出现致命严寒 而且还相对温暖 一些科学家认为 那处庇护所并非某个局部 而是整座神龙架群山 神龙架六百米海拔出 温暖潮湿的环境 使得这里成为蛇类出没的乐园 宁闪小头蛇会否在此出现 凯文并不能确定 但在溪流边的岩峰中 凯文区常常能碰到 神龙架最大最凶猛的王锦蛇 当地人称它为大王蛇 是一个王蛇的王蛇 你能看到它是在那裡 是它是在那裡嗎 沒有,沒有,沒有 它是在那裡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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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蛇 大王蛇动作敏捷 性情凶猛 爬行速度快 在神龙甲低海拔地区 有着它和其他蛇类丰富的食物来源 神秘的宁闪小头蛇 是否也在这座大山中觅食 这一点凯文非常坚信 因为神龙甲另一个神奇之处 就是能够为各种生物 提供足够的食物 每年夏季 总有大批鸟类学家 来到神龙甲进行考察 他们大多都会进入这座 漆黑的金字燕洞 每年五月 生活在东南亚海边的短嘴金字燕 会长途奔袭两千多公里 向北前行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神龙甲 这些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洞穴 这些金字燕 或在往年的巢穴中继续生活 或重新在崖背上筑起新巢 清晨 金字燕会集体飞出洞穴 为了两个月后降生的小燕 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捕捉大量昆虫 以积累必要的能量 从海洋飞进洞穴 从光明飞入黑暗 数百万年来 金字燕不惜改变着自己 以适应神龙甲 正是因为这座大山 能够给予他们永不枯竭的食物 凯文来到神龙甲 已经三十天了 神秘的宁闪小头蛇 还是不见其宗 每日捉蛇与整笔 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内容 凝山小头蛇究竟在何处 凯文一直都在思考 在神龙甲不同海拔 不同地点 人类无法察觉的细节处 这座大山总是能够 为不同种类的蛇 提供恰当的生存环境 十二点刚过 震雨如期到来 夏季的神龙甲 每天都会如此 充沛的雨水降落在各个角落 形成山区不同的小气候 而各种气候又直接导致 大山无数迥异的生存环境 雨后凯文与助理 再次踏上发现之旅 或许是机缘巧合 或许是新城所致 期待已久的奇迹 竟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啊! 这里是小头舟 这是小头舟? 这是小头舟 这是小头舟 这就是小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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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绿色的,女人更黄色的 你看她有这些更多的皮肤吗? 那是因为她只捏了鸡蛋 她可能两天前捏了鸡蛋 她捏了鸡蛋或给予生 前来... 焦急的等待,瞬间化为惊喜 这就是一次次神龙驾之行带给凯文最独特的感受 而这些画面也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电视手段拍摄到宁闪小头蛇 这种蛇因首次发现于中国陕西省的宁闪县而得名 它们原本生长的环境并不在神龙驾 存在于此是因为适宜的环境还是家乡的食物? 这是吸引凯文一探究竟的新课题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 类似的问题也曾让亨利疑惑 照片上的这些植物虽然采集于神龙驾 但是它们原本生长的环境却并不在这里 是谁将它们带到神龙驾? 又是谁促使它们再次生根? 一百年后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 科学家通过摇杆照片观察到 岭江、秦岭、淮河一线 作为中国南北气候分界带 常有迁徙的动物穿越于此 它们常常会将远方植物的种子 带到这条宽阔的地理带上 而地理学家又将中国地形按海拔不同分为三个阶梯 每两个阶梯结合的地方 同样是动物迁徙的通道 当两张地图重合时 学者突然发现 神龙驾正好处于两条生物通道的十字路口 生长于神龙驾的这种蜜蜂叫做中华蜜蜂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蜜蜂 它的进化石已有七千万年 当中华蜜蜂在花蕊间采集蜜蜜的同时 细小的身躯也常常带回花粉的颗粒 中华蜜蜂的触觉非常灵敏 相对于其他蜜蜂成片彩蜜 中华蜜蜂则善于搜集零星蜜蜜 在神龙驾只要有花的植物 就会看到这种蜜蜂的身影 任何一株都不会放过 远方植物的种子跟随鸟类 沿着那两条生物通道降落在神龙驾 中华蜜蜂的跟进促使它们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一个远方的物种就此在神龙驾 开始了新的旅程 而传说中的野人 即便在世界各地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神龙驾 却从三千年前至今 目击事件从未间断 科学家推测 神龙驾三千多种植物 一千多种野生动物 完全能够给传说中的野人 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1911年 亨利·威尔逊回到英国 他从神龙驾和中国西部引种的 二百多种花卉和上百种树木 成为西方上千种圆艺植物的祖先 18年后 亨利将他的经历卸成专著 中国圆林之母 至今仍在西方世界备受推崇 而当亨利离开神龙驾一百年后 新的物种仍不断被发现 在这一百年间 神龙驾带给无数植物学家 惊讶、思索与兴奋 凯文离开前将所有的蛇放归大山 五年间 他在原本不适宜蛇类生长的神龙驾 发现了二十三个种类 为何如此幸运 他解释说 这源自于这座大山完整的生态系统 和多样的栖息环境 神龙驾 从十几亿年前的古老海洋 到今天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生物基因库 神龙驾不仅是任何动植物 弥足珍贵的神山圣土 更是人类心灵最深处的那座 伊甸圆 千百年来 神龙驾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实质成为动物们生活的乐园 神龙驾茫茫的森林中 有着哪些神奇的动物 是何原因 使它们能够在此长久的繁衍生息 敬请收看神龙驾传奇第二集 生生不息 危险 吉他 守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